昨天大家也非常关注和关心这样的一个消息 省内出现了一个本土确诊病例 是葫芦岛市报告 咱们来看一看 2月8号零到11点 辽宁省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为葫芦岛市报告 那么相关情况怎么样呢 包括行踪轨迹如何 现在也都已经进行了相应的通报 2月8号的时候 是葫芦岛市的隋中县 发现一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王某某 那么为了切实有效管控传播的风险 那么随后也将从1月22号以来 王某某的行踪轨迹进行了一个相应的通告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我们的屏幕 因为相对来说呢 是在隋中当地有的这样的一个行踪轨迹 可能说到某些地点呢 或者是一些位置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么您就关心一下 自己最近有没有去过葫芦岛 或者身边有没有朋友去过葫芦岛 跟您捞干的说一下吧 摸起来看在1月22号到28号 是在这个加倍岩香啊 窝岭村居住 在家附近玩普普克 随后29号做核酸检测 要为什么要出门啊 30号这一天要重点 我画个重点啊 关注一下 晚上5点自驾从隋中出发 19点30分到秦皇岛市 小刘美发电机妹妹下班 然后自驾又回来了 随后到年前是一直没有出门的 一直到2月8号左右哈 都是在家附近溜达的 但是这个附近咱看了一下 相关的这个地点是非常详细 到哪买衣服呀 到哪吃饭呢 到哪溜达买金苹果子啊 包括上宾馆什么的哈 跟您都已经非常详细的通报了 您看看是否最近去过当地 跟这个病例有过接触 如果有的话 主动进行上报